歡迎收看大家畫質中國大陸的娛樂圈 現在是小鮮肉當道 最紅的偶像團體 平均年齡只有不到十五歲 十五歲的時候 大家都還在讀書 那這些小鮮肉們 基本上已經成為這個 風靡千萬少女的一個偶像 今天來聊聊大陸的TFBOYS的現象 現場來賓請到詹韋琪 民主好 客輪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韋琪 韋琪 她過去是跟我們一樣 都是跑兩 而且是上海特派 不過現在是大陸媒體 在臺灣的娛樂特派 在飛機場上面接了日星 韓星 台星 陸星 好多好多 但這一次去接這個TFBOYS 是不是這個接機陣仗真不一樣 對 我們第一天到那個就是機場 其實它是一個非公開的接機行程 那我們到現場的時候 我本來預期大概現場 就是差不多百位粉絲 應該是很多了 因為我們以我們對於接機的過程來講 應該說以他的名氣 在臺灣的名氣想像 還有就是因為我們在桃園機場 如果在松山機場的話 可能粉絲會比較多一點 你說因為空間 路程 路程 比較近 對 比較近 粉絲他們 我們了解粉絲的一個習性嘛 那桃園機場我們那天進去嚇一跳 因為我們到的時候 大概是晚上六點鐘 機場一行下 幾乎是被擠得滿滿滿 已經這麼多人了 對 六點鐘 後來我就訪問的時候 發現說原來有粉絲 早上八點鐘就在桃園機場等 我說你們那麼早才來幹嘛 他說卡位啊 早上八點就等於提早十二個小時 因為他們當天晚上八點二十五的班機 原定八點二十五到 提早十二個小時 只為了卡第一排看偶像一面 對 所以那個那個狀況 讓我們覺得非常的不可思議 然後因為以我們對於接機的過程來講 我們覺得說這樣子的偶像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接機陣容 很不得了 那我們現場呢 還看到很多特殊的現象 比方說我們剛剛講 就是有三個 他們裡面有三個成員嘛 王俊凱 王源嘛 還有易陽千禧 那三個成員呢 他們有各自的支持者 然後他們各自呢 就拿著偶像名字的那個 亮亮的牌子 然後我們在現場 請他們喊口號的時候 他們三邊都有校正的意味 比方我說 欸來王俊凱的粉絲 我們喊一下 結果喊完之後呢 王源的粉絲都說 來我們要更大聲一點 就是三個偶像 各自有那種校正的感覺 那他們喊什麼呢 他們說 王俊凱我們愛你 你確定是台灣人嗎 是台灣人是台灣人 就台灣的粉絲 台灣的粉絲 然後我就說 你到底喜歡 比方王源什麼 他說他好帥 他好會念書 請問是幾歲人說的話 其實我現場觀察呢 大概都是 國中生 大概十五歲到十八歲 很不得了 對很不得了 然後 都幾乎十八歲以下 那我們現在有看到媽媽的粉絲 我說欸這媽媽粉絲是 難道支持三位偶像的嗎 小鮮肉嗎 他支持三個偶像的媽 哈哈哈哈 其實我跟你講 粉絲 這是粉絲的媽媽 那會顛覆我們過去的印象 粉絲就是 追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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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對 而且媽媽其實應該不會那麼贊成 以我們如果說 當一個家長心態 覺得 嗯 小孩這麼晚了 還在機場這樣好嗎 結果後來沒想到那個媽媽 訪問他的時候 他說 我們很支持啊 因為這三個小孩 就是指那個TFBOYS 嗯 這三個小孩成績又好 品性又好 我們的小孩喜歡他們 會帶動他們 念書 反而是一種成長的動力 嗯 所以這點還讓我們蠻訝異 這是 那你有沒有考這個媽媽 問他說 來說說看 拿照片給他 哪一個是哪一個 倒是沒有考 看他是真的粉絲啊 真的粉絲是不是 不過那些小孩子真的是 像比方說 我們在講說 呃 那個 你喜歡 王俊 王 王俊台什麼地方 他就會說 他很孝順 那我心裡想說 我連這個事情也知道 什麼時候孝順 也可以成為偶像 對 欸 這就是優質 現在這個年代 所謂優質偶像 的一個定義哦 他們認為這是優質偶像嘛 只是我比較還蠻 還蠻好奇說 你怎麼知道他很孝順 不過你知道現場比較混亂一點 我沒有追問到 嗯 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怎麼想 不過我覺得這是一種呃 現在偶像 對於偶像的定義 尤其是現在這個新世代 你要連家長都跳下去 一起支持的話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像他們出來的時候 在 我們講說 對機場 有崩掉嗎 等了十二個小時 崩掉 我跟你說 那個他們一踏出來 他們人都還沒有踏出來 我們其實在旁邊stand by嘛 對啊 說什麼時候開始舉機器起來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說 不用這麼辛苦 你聽到那個粉絲開始啊 的時候 就表示說 偶像已經慢慢踏出來 他們眼睛很尖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一踏出來 整個機場 幾乎是封掉 真的那個震耳欲聾的 屋頂都快要掀掉了 真的是震耳欲聾 我一點也不誇張 他們喊的那個聲音 我覺得哇 真的是比我在接這麼多寒心來說 真是有過之而不及 對 現場是男生都還女生 女生 都是女粉絲 有男粉絲 有 可是 男粉絲就比較 稍微 中性一點 對 比較秀氣一點 對對對 會喊那種 王源我愛你 這樣子 類似像這樣 不過基本上是以女 女生為主 嗯 對 我們光聽尾琪說 大家可能感受不到 我覺得 需要透過畫面 帶大家重回現場 去感受一下 這個 三個大陸土產的偶像團體 在臺灣的熱力 尖叫聲不斷 粉絲擠爆 臺灣桃園機場 被盛基層層包圍 伴隨尖叫聲 步出海關的 就是臺灣粉絲苦等好久的 大陸最強小鮮肉 團體 TFBOYS 走出大門 都有困難 來台三天 工作行程沒公開 粉絲就是有辦法 如影隨行 從錄影現場 到離開台灣前一刻 都擺脫不了鏡頭糾纏 小男孩表情顯得 有些慌張 但這一次的 臺灣行 就像是水溫 即使還沒在臺灣發片 人氣已經能從粉絲表現 看出端倪 剛看這畫面 對我這種鮮辣肉來講 其實是真的是覺得太誇張了 因為我連聽都沒聽過 沒想要在臺灣能夠引起這麼多的這種粉絲 那我請你也跟了幾天嗎 對我跟了大概兩三天 對 那整個行程 你這樣看起來 真的就是這樣粉絲如影隨行 我必須說這些粉絲 其實剛剛明珠一直在討論 我們到底這是真的粉絲 還講的粉絲 因為他們在臺灣根本沒有 至少在我們的媒體曝光度上面 你根本看不到 是零 幾乎是零 看不了的 看不到他們的任何的訊息 那是因為我們自己跑兩岸 所以大家還知道說 有這樣子一個偶像團體的星星出現了 可是怎麼可能在臺灣那麼紅 對 我們就從兩個部分來看好了 第一個部分是臺灣粉絲 臺灣粉絲 基本上 因為都是以年齡偏小 而且現場很好玩 我們還說 你們包車嗎 因為像我之前拍韓星 那粉絲都是包車 一路包小黃 一路這樣追 然後那個小朋友就說 我們錢不夠多 包不了車 所以這個一點呢 我在想 臺灣粉絲基本上 其實我覺得這些小孩子 絕大部分是真的 但是有一點比較令人質疑的是 大陸粉絲 因為這一次呢 經濟公司跟我說 他們有四五十個大陸粉絲 從一路從北京 跟著他們到臺灣來 然後呢 我們這一次沿路也發現 總是有大概十幾位 大概就是高中生這樣年紀 拿著一個非常專業的相機 就我們俗稱大炮 對 就是比那個報社的攝影記者 很長的那個鏡頭 對高倍數的鏡頭 然後一路跟 就是 而且他們包車很酷喔 他們是從機場一出來 是什麼車 對 他們 我以為是小黃嘛 不是 他們機場一出來 他們立刻上了 TFBOYS 他們保姆車 後面一輛黑色加長型 你會以為他是保姆車的那種 很大型的車子 然後一車 全上嗎 大概一車大概做七八個人 然後呢 對 就一路這樣跟 那這些人呢 一走出來呢 其實同業都有嚇跳 就是臺灣的同媒 以前會說 這些到底是媒體呢 還是是粉絲呢 因為他們的相機實在太專業了 所以這一群粉絲 其實我覺得明珠獎有道理 就這一群粉絲 他們一路從大陸來 如果是真的偶像 其實坦白說 他們不太會讓粉絲 這麼近距離的一路 對 從搭同一個飛機 而且還跟著他們在那個 後機室 就是我們等於是 等於是他們下飛機 對 下飛機 一路跟著 他怎麼能夠如影隨行 還有他的裝備 以及 大陸人來臺灣沒那麼容易 好嗎 他們要來來臺自由行 申請最快也要15天才能下來 不是嗎 而且要有財力證明 你每一個人的財力證明 他說是多少錢 要5萬塊錢以上的財力證明 然後每個月薪水還要有15 年薪要有15萬人民幣 一個高中生 哪來這些收入證明呢 對 所以其實這還蠻值得 我們那個討論 就是大陸這些粉絲 他到底真粉絲還是假粉絲 其實我覺得是沒有錯 是可以被質疑的 其實他這次來的 那個整個機場上面的那種陣仗 應該就是他造星造勢的某一個環節 對不對 包括我覺得那些 因為他們在臺灣 真的臺灣的知名度 有沒有那麼高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你看那些粉絲竟然還可以被被調動 大家有組織性的喊口號 這個我覺得看起來就覺得不單純 對 所以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其實是經濟公司 還有唱片公司 他們一個精心的安排 因為這一家所謂的經濟公司 其實是名不見經傳 這個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來跟大家一講一講 就是說他們這個 名不見經傳的經濟公司 究竟怎麼樣把一個偶像 透過新媒體炒作起來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我只想給你給你仇愛 這算不算不算愛 我還還還搞不明白 快樂的是想跟你分享 難過想給你肩膀 第一次為一個人欣賞 我好想對你對你做愛 才短短幾個禮拜 心情懷因為你不在 有一道光 暖暖的灑下來 忍不住的小期待 因為愛 TFBOYS的粉絲自稱叫事業草 那聽說這個力量非常的強大 那有調查顯示就是 他們的臉書的粉絲數有十七萬 大陸微博有八百萬人在關注 對 怎麼紅的 怎麼可能呢 怎麼可能呢 這是真的嗎 這些數字是真的嗎 其實這三個小男生 他們其實加入一個叫做TF家族 那很顯然 他TF是什麼意思 不是天府之國 不是吧 TF the fighting 就是加油男孩 或是搏鬥男 搏擊男孩之類的 可以這麼說 那你聽TF家族 一聽就知道這個經紀公司 他是在訪日韓 對 就是從小開始培養 這些所謂的明星 對 那其實這TF家族呢 不只這三個 他們還有很多人 好 那但是這些人呢 其實一直被經紀公司推到 一些舞台上啊 比賽啊 你知道大陸很多的頻道 叫少兒頻道 他們是有很多的類似像 這種小孩子的選秀 那但是呢 都沒有紅起來 一直到了2013年呢 其實這一個 三個裡面 其實有一個叫做 易陽千禧 就是每次三個最左邊的 最左邊的這一位 他叫易陽千禧 他是後來加入這個TF家族 那2013年呢 把這個易陽氣 拉進來之後呢 他們成立這個 這個團體之後呢 就開始走新媒體 也就是說他們不走 從網路嗎 從網路 他們所有的歌 全部都只放網路上 然後呢 在網路上呢 很奇妙 他們先放了 最紅 這個發起是這樣 他們先放了這個 王俊凱跟王源呢 合唱一首叫做 范范的歌 范瑋琦的歌 一個像夏天 一個像冬天 結果呢 受到了范范的注意 范范就在他的微博上轉發 要轉了 對轉了 好 接下來呢 就有看人的注意了哦 然後發現 范范經紀公司發現 這個操作手法非常有效 於是他們又再做了一次 翻複製 但是他們這次更厲害了 他們把他們團圓 裡面有一個鼓手 很辛酸的童年故事 把他變成是MV 然後讓王俊凱跟王源 合唱一首歌叫 洋蔥 很催淚的歌 五月天的歌嗎 對 洋蔥 結果受到五月天的注意 五月天轉發了 他們在網路上一炮而紅 他很聰明 他等於是 棒名牌 他把那個五月天 跟范范的那個名氣 引到自己的身 就把他們的人氣 引到自己身上 變成關注啊 沒錯 沒錯 所以他們因此呢 就透過了偶像的這個明星 大明星的加持之後 他們在網路上的這個注意力 就完全被提升 然後呢 達到巔峰是二零一四年 有一個大陸 其實很小的一個 音樂網路平臺 叫做音樂臺 這個臺呢 辦了一個頒獎典禮 就把某一個什麼最受潛力 新人獎頒給了這個團體 根本當時也是 沒有人認識他們 主流媒體沒有人知道 然後於是他們就開始 主流媒體發現說 有這個團體 他們在網路上已經 大概已經有人關注 一年半了 所以他們等於是從 在新媒體上一年半之後 主流媒體才發現 然後大陸的主流媒體 開始報導這三個小孩 可是他們之前好像就在 走向新媒體的那個行銷 宣傳管道之前 一直都紅不起來 一直紅不起來 他們那個時候有作品嗎 他們那個時候 其實就是我剛剛說的 他們這個經濟公司 培訓三個人呢 不斷把他們送到 舞臺上去做選秀的比賽 但是一直都沒有很好的名次 你知道嗎 沒有好名次 就沒有關注度 沒有關注度 自然就不會紅 因此這個經濟公司 他一直處於很澄淺的狀態 那我剛剛講說 這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 經濟公司 八成也只有這個團體 在帶這個團體 但是呢 他們就是靠著新媒體 然後不斷推著三個小孩 而且其實你坦白說 真的是小孩 因為小孩 大家看他們現在的平均 他是十四 十四 十五 可是其實更早之前 他們根本就是個小學生 國小五年 國小六年 尾其在我們講形象的包裝上 因為我們剛剛看那個畫面 其實就有點 當年小虎隊的那種感覺 沒錯 那你自己這樣對比 你覺得他在一個形象上的包裝 又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這是很厲害的地方 我剛剛我們前一段 我們就講說 這有粉絲的媽媽說 這三個小孩啊 成績又好 又孝順 然後品性又好 我心想說你怎麼知道 然後就是 我的小孩喜歡他們三個 我覺得很放心 我可以讓他們崇拜 這話很熟悉 猶如當年小虎隊 蘇有孔記得嗎 就是當年建宗的一個偶像 沒錯 媽媽都覺得說 哇 我的小孩喜歡 所以很多人都把他們拿來 compare 當時的小虎隊 就說 這三個小孩就是 鹿板的小虎隊 那經紀公司 不斷的塑造他們 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好孩子 他們不但能唱能跳 他們還能念書 所以當時呢 我不曉得兩位有沒有印象 他當時呢 2014年的時候 那個隊長 就中間那個王俊凱 他要參加重慶高中的聯考 然後呢 粉絲就在微博上 發起一個話題叫做 為王俊凱中考送祝福 對 然後這個微博很驚人 你知道他的點擊率 那閱讀量達到多少次嗎 我記得好像有上那個 金氏世界紀錄嗎 金氏世界紀錄是另外一條 另外一個 這一條微博就 他們的那個 閱讀量是二點五億次 二點五億次 對 然後剛剛明珠講的那個 就是他們的微博轉發 也是王俊凱 也是隊長的 他的微博 某一條微博轉發量 高達了四千多萬 四千多 對 然後破了金氏世界紀錄 那個金氏世界紀錄 是要自己去申請的 給他認證的 要花錢的 對 所以這個顯然也是在那個 經紀公司的策劃之下嘛 操作之下 把它變成 話題 對 變成一個話題 所以其實我們這樣子總結來看 看一下 這個經紀公司呢 他其實在塑料這三個偶像的時候呢 他其實是一步一步的 他了解說 這三個小朋友一出來 你主流媒體不會關注 因為他們沒有什麼 特別出色的外表 或特別出色的嗓音 對 可是呢 我從新媒體 他很清楚他target就是小孩子 就是跟他們年紀相仿的對不對 國小 國中生 因此呢 現在國小國中生 看電視嗎 很少他們看都是 他們看都是網路 對 因為兩千年出現 現在偶像已經變成00年代 2000年後的那種小孩子 就這群成長的孩子 其實網路是他們DNA啊 沒錯 然後就利用這個東西來宣傳 可是除了剛講的那些操作手法之外 應該不只這麼簡單吧 你知道像這三個TFBOY 這三個小男生喔 他們的微博幾乎是時時在更新 不是天天更新 是幾乎每一兩個小時在更新 每一兩個小時在更新 對 然後更新什麼呢 其實沒有什麼耶 他就拍一張 比方說王俊凱好了 比方說他們來台灣 他PO一張王俊凱拿手拿一杯珍珠奶茶 然後就說台灣必喝的飲料 類似像這樣子 這個是再生活不過的東西 可是你知道嗎 粉絲就愛看偶像私下是怎麼樣 私生活對不對 私生活的一面 所以其實這些經紀公司呢 他們不斷去PO這三個小朋友 他們平常生活在幹嘛 比方說念書那個低著頭這樣子 也可以拍一張照 然後就PO上去 然後粉絲就說 哇我的偶像現在在幹嘛 有那種感覺 就是有一種虧視偶像私生活 私下一面的那種feel 然後這樣子呢 就可以讓這些粉絲覺得 哇有滿足的心態 所以這是用靠 這是現在的 確實是現在的偶像 或現在的一些藝人 他們靠這個 操作法嗎 操作法 他們要靠這個去跟粉絲 維繫 之間的連結 我其實剛剛說這麼多 他們這麼紅 那我很好奇就是說 那他們吸睛的能力 因為看起來好像也沒有出專輯啊 人氣有沒有化成財氣 對他們這三個小孩呢 現在呢 他們其實主要是以打知名度 那但是呢 很厲害的是說 他們靠這個所謂的 微博啊 靠這個人氣啊 幾千我們剛剛講的 2.5億次啊 他們呢 開始是單曲單曲發 單曲發有個好處嘛 他透過這個單曲去試水溫嘛 因為他們畢竟2013年成軍 然後他們真正的發了單曲 其實是2014年才開始慢慢有的 所以因此呢 他們靠單曲 你剛剛看到我們剛剛一開始 廣告回來看那一首歌 是他們的最新專輯 最新單曲 但他們前面已經有一首歌 是連臺灣的國中生 國小生聽說 我是聽朋友的媽媽 媽媽朋友說 都是他們什麼國小 現在一些什麼畢業典禮啊 或是那種才藝表演 已經取單小蘋果了嗎 對已經取代囉 然後甚至他們的一個表演 就是他們的才藝表演的一個 必表演的項目 那有沒有帶進很多錢呢 他們現在呢 據了解呢 他們現在是代言 還有他們的單曲 不過呢 因為唱片公司呢 我覺得他們保密 對他們也很厲害 他們也很厲害 因為你說 真的講出一個數字 那就見光死了嘛 對不對 就故意保持神秘 維持一個神秘感 然後把那個曝光量 繼續維持下去 然後創造一些很驚人的數字 2.5億等等 你就會可以先 讓他們的人氣 先維持不墜 對 這真的叫做 新媒體 時代的偶像 果真跟傳統媒體不一樣 休息一下 我們回來回答網友提問 在中國大陸年輕的偶像 現在是越來越多 而且還有一個專有名詞 叫做小鮮肉 這形容非常特別 我們網友就問了 他說大陸小鮮肉當到有點年紀 實力派的男性 現在還吃香嗎 維琪 對這個小鮮肉這個詞 其實就從大陸開始流行 然後台灣現在也好稱這個年輕的 這個偶像叫小鮮肉 那像我們剛剛講TFBOYS 大陸其實還是陸韓啊 吳亦凡啊 這些都是從韓團出來的 這些小鮮肉 這些小鮮肉其實目前是佔據所謂的 媒體版面 真的嗎 在大陸的那個主流媒體 傳統媒體上面 也都是以小鮮肉為主嗎 沒有錯 因為我必須說 現在這個消費世代呢 我們其實已經換了下一批人 現在十八到現在 其實三十歲都算老了 十八到二十五歲 那這一群年輕的消費族群呢 他們看的是 顏值高 就是外貿協會 因為我們這代說叫外貿協會 沒錯 大陸專有名字叫顏值嘛 顏值高不高 對 所以呢像我剛剛講這些人 其實都是佔據了所謂的媒體版面 那你說 有一點年紀的這個 呃蠟肉 鮮蠟肉 鮮蠟肉 其實呢我們 他們到底還有沒有市場 其實呃 以台灣的明星來講 像阮今天啊 趙悠婷啊 其實呢 他們還是目前 影視 比方說電影電視的 一線男明星 這些所謂小鮮肉呢 他們目前佔據的是一個話題性 也就是說 比方說我舉例子 比方說我今天要辦一個 呃 產品的發表會好了 我找小鮮肉來 媒體自然會聚集 可是你說他們真的很會演戲嗎 其實他們沒有經過 這麼嚴格的訓練 沒有經過這麼嚴格的淘汰制度 所以他們其實 目前有的就是一些 比方說代言 嗯 或者是上上一些 通告 通告 綜藝節目啊 對 像湖南衛視這種 呃綜藝價值很高的這種電視台 最愛請就是這些小鮮肉 來製造話題 然後佔據這個媒體版面 但是在呃戲劇的部分就 主要還是以我們比較熟知的這些 呃所謂港台的這一群 終身代的男藝人 嗯 我剛剛講了 阮金天啊 趙又婷這些人 目前還是以這些人為主 所以你在看大陸的電影 還是以這些人單缸嗎 對 所以他們其實還是處在一個 在影視的這個產業裡面 他還算是一個配角 不過他們真的太有話題性 尤其他一站出來就是哇 帥就是 然後臉上寫的帥帥帥帥這樣 因此就是媒體自然就很關注他們 欸 維琪 我們剛剛講這個TFBOYS 是因為其實港台剛好 所謂年輕這一塊的偶像團 是有空缺在這邊 沒有錯 其實我們這是TFBOYS來台灣的時候 我們也同業在聊天說 這三個為什麼可以這麼紅 到底憑什麼呢 呃外表好像也沒有特別帥啊 歌聲也沒有 其實我跟你講 我覺得這是一種產品的空缺 因為你記不記得在早期 我們有小股 對啊 像這樣的團體 所謂的少男團體 那現在呢 就是因為沒有這樣的團體 因此呢 其實在港台 其實兩岸三地華人 他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空缺 那這三個小孩 剛好適時的彌補了這個空缺 因此讓這三個團體 可以迅速的在走 這個空缺主要是要滿足 那一群跟他們年紀差不多的 或是比他們還要小的小孩子嗎 小粉絲 沒有錯 其實你說大陸 你說成年人喜歡 有一種養成感啊 你就從小偶像開始 對不對 喜歡到他長大 慢慢也覺得很有成就感 對 偶像團體其實是青少年 成長過程中一個重要的記憶 也是個過程 那在全球化底下 我們可以看到大陸偶像團體 現在已經透過網路 打進了台灣的市場 嗯 中國大陸可以說是花了好多年 現在總算造星有成 下次我們要換個角度跟大家聊聊 究竟中國大陸是怎麼樣 練出本土偶像 今天非常謝謝韋琪 謝謝你的收看 明天繼續大家歡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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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我們下次見 謝謝 感谢观看